P連是圖形X平方加Y平方等於4上面的動點 問你說X平方加XY最大值是多少 其中X借在0到2之間Y借在0到2之間 這個說明其實是X平方加Y平方等於4的話 當然就是以原點為原型 半徑是2 所以你畫出來當然XY都借在正負荷之間 那現在它要的是在正的那個 其實是1 4分之1的部分 所以它現在給你的這一個本來是一個圓 但是現在給的是這個部分 都XY都要正的 負了也負了都不行 所以你要求這個 那這個時候其實你在我們圓上面的這個 參數式的話 你用R不散C大跟R散因C大 然後你的C大這個時候就借在0度到90度而已 因為這個角度是C大 所以你現在是0度到90度而已 所以你就 R就是2 2不散C大 2散因C大 0度到90度 然後再把它帶到這邊去求最大最要值 好 所以你把它變成這個樣子的話 然後把它帶進來 就會得到 變成這個 這個平方 4倍不散的平方 加上這兩個相乘 就是4倍三一和三一 那一樣 同樣你這個可以用背角方式 就是股三一平方C大就是2分之1加股三二C大 那三一股三一就等於2分之3二C大 所以再把它帶進去 就把它帶進去 就會變成 就約掉乘以2 發解一下 就變成2倍三一二C大加上2倍股三一二C大加上2 那你的C大本來借在這邊 這個可以做疊合 我們把它疊合一下 通常提出 √1乘加0乘2 √2乘加2乘2 就是√8 提出2√2 那這邊會變成√2分之1 √2分之1 其實很容易知道45度 你就直接用45度來做 可以得到三個2C大加45度 這個過程我就把它省略了 它並不困難 變成這個樣子之後 你要求這個範圍先找出來 因為你的C大是有範圍的 你的C大在這邊 先把這個先乘以2再加4分之拍 先乘以2的話 就會變成0到π之間 再加4分之拍 就會變成4分之拍到4分之5拍之間 所以你的範圍有了 接下來呢 就是找出來 它是不是時候會有最大值 最大值呢 當然是90度是最好的 90度有沒有在這裡面呢 2分之8也沒有在這裡面 當然有 所以這個可以變成90度 90度的時候就有最大值 當這個是90度的時候 那這整個的值 最大值就帶進去 就是1 所以是2分之2加2 那你要注意喔 如果這裡沒有90度 那它最大值就不會到達1 所以你一定要去求這個範圍 並不能說 直接你就把這個當做1 這個最大值 這樣不行會有問題 因為它的C大 其實它沒有一個完整的週期 如果有完整週期當然沒有問題 因為它才0度到90度 那你整理兩倍也是0度到π而已 0度到180 所以還沒有到一個週期 所以它不見得會再有最大值1 不見得有 好